路口四輛機車正在停等紅燈 這時後方突然有旁人大霧衝了出來 駕駛眼看不對勁 方向盤一扭朝人行道撞 整排號制全被擊落 騎士也紛紛催油門閃避 但這大吊車還沒能停下來 繼續往前衝 動靜至大林旁的小黃狗 也被嚇到亂竄逃命 但檳榔灘想躲也躲不掉 只有哀壯的份 還好裡頭員工跑得快 不然直接被吊車撞上 光想就好可怕 因為白鐵不鏽鋼的檳榔灘車 都被撞凹了 路口紅綠燈直接被攔腰折斷 一整排比直的號制 也被撞成了7字形 震擊力道之大 而在附近的民眾也很有感 撞擊引起震動 一度以為是地震了 而事件發生在高雄 事物耗散58點多 前鎮新生 還有漁港東二路口 42歲的蔡信駕駛 開著18噸重的動力機械吊車 結果途中疑似 機械故障 傻車失靈 他為了閃避前方騎士 衝撞路口耗質跟檳榔灘 還好前方的騎士跟駕駛反應都很快 才沒有造成嚴重傷亡 蔡信駕駛 他沒有飲酒 酒車只為零 那他的這個吊車 有申請這個臨時通行證來行駛 但是他違反了禁止通行的時間 吊車駕駛沒有酒駕 疑似機械故障釀貨 但一般動力機械要上路 都需要事先申請 還得按照時段才能上路 蔡信駕駛有通行證 但按照規定 7點到9點是禁止通行的 他卻在8點上路 警方將對他開罰3000到9000元罰還 而違規上路出意外 這撞壞的耗製恐怕也得由駕駛買單 TBS新聞南部綜合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